跟國中的 反正國中有一般 有一次我手機在巴黎就被偷了 那時候因為當時我就一邊在找影片 然後所以我就沒有辦法太專心回答他們 然後他們就一邊就說 欸老師你手機很壞 然後我就要說我手機被偷了 結果講錯 我就知道我的手機變 Violey 然後他們就 Violey 然後我手就是Violey跟Violey不要搞錯 Ce va faire aujourd'hui On va parler de l'apprentissage du chinois en france Alors c'est parti 大家好 歡迎來到溫滴TV溫滴頻道 我是溫滴 今天很開心邀請到了 在法國巴黎13區 國高中人叫 Haffaella Salut 我是Haffaella 我23歲 我來台中 跟Wendy 昨天我獲得了我的職業 在東京的英國 然後我去了法國 當中央夥伴侶 當然要教育 學生 學生 我認為 有更多人 在這個節目 首先 大家應該很好奇說 Haffaella 你是怎麼申請成為這個 法國的國高中助教的 我的是台灣的教育部 跟法國的一個叫做 Cevae的組織 他們合作的計畫 我那時候先參加淡江的 第一階段的徵選 徵選過了之後再去 跟法國在台協會做面試 其實這個計畫並沒有限定 就是要法文系的人 只是他只有要求你法文要 就這樣 對所以其實就很鼓勵 如果你想要再多學一點法文 或是你想要有中文教學經驗的人 其實都可以去申請 Bae Aung其實 那個門檻沒有很高 門檻沒有很高 你要想說你到時候還是要用法文教中文 主要都還是靠自己的生活的講法 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你這次申請 錄取率高嗎? 還蠻高的喔 主要是現在中文很夯在法國 總共有24個人去面試 就有17個人錄取 然後這個Program都是一年的 對 7個月 阿如果想要秩序咧? 中文的話沒有辦法 英文才可以 頂多再多申請一個月 可能就要換另外一個方式 就不是靠這個管道 他簽證也頂多給你 只有這時候 對對對 只要不一樣就可以了喔 真的 另一個問題 關於他們中文課啊 你們都教什麼 他總共有三冊課本叫做 反正依照難度 老師教書都是用那三套 你說呀 你說呢 你說吧 就是用這個系列 13G就是個華人大本 對 所以其實我的學生有程度很初級的 但是也有程度超級好 我們這樣跟他講話 他是完全聽得懂的那種 對這樣的小朋友 也不可能用 你書系列來彈賽他們 我就會再自己去想我要教什麼 所以其實駐教 你要上什麼 你可以跟老師做公通 那時候就是大學剛畢業 尤其想念台灣的早餐店 都做了一個主題 就是台灣的早餐店 這主題你可以教中文超多的 你可以教我要冰的或是熱的 我要大的還是小的 但我沒有教他們大冰奶 我覺得這太難了 我就教他們 我要一杯奶茶 然後你就要問他 你要冰的熱的 他說冰的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我那時候就拿一個 一張的一百塊 讓他們覺得有種 身歷其境的感覺 對我覺得還蠻好 教的主要是幾歲 換成我們的學制的話 是我們的國二 我覺得還比較像小學生 我覺得啦 因為我覺得到我們的國中 就是可能不一定會 對老師丟的東西那麼有參與感 可是他們就會很捧場 對遊戲跟糖果 我還是覺得 沒有用 比較晚熟 然後到高中就突然 到比較難的話 可能會學 譬如說北京跟上海 有什麼觀光景點 要怎麼搭那個交通工具 我記得你說呢 有介紹阿妹的部分 就是在法國啊 對學生的語言 或者是中文 他們有怎麼樣特別的要求嗎 他們寫字跟口語 其實是同樣並重的 我那時候有帶三個高三的學生 到BAC 就是學測的時候 你不需要寫字 可是你還是要 用口語的方式 跟口試觀 考試這樣子 你要想他們是三外 到高中才開始學 然後一個月外 才兩個小時的中文課 可是他的題目 已經是要你比較 法國跟中國 教育體制的不同 很有名的是 他們很訓練學生的思考 跟他們表達的方式 這個在中文的學習上面 也看得到 融會貫通主要是 然後可以表達出自己的想法 選中文課的這些 那些學生們他們有特別的特質嗎 像我接觸的學生 有一種是 他是華人的小孩 他選這個中文課 可以幫他提高其他科的水平 另外一種 如果是華人小孩的話 我有看過一個黑人女生 學中文學得超好 每次老師問什麼 他就 第一個舉手這樣 問高中的學生 他們可能就會回答說 因為對我以後工作有幫助 或是現在中國很多商人什麼 還是有一種是 搞不清楚狀況 就是很愛日本的動漫 學的跟這個是一樣的 對 他們學的就很痛苦 選中文的 因為難學 所以即使有那種 搞不清楚狀況選的 大多數來說 他還是會比較認真 因為像有時候隔壁班就會是西文 那一班就會很可怕 不是上課講話那種程度 就 那種打桌子的程度 老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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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數的人他們都是選西文 法文跟西文很像 很好學 對對對 因為中文真的離他們太遠了 太遠了 所以會選的大多數是 很認真想要的 對對對 有目的性的這樣子 對對對 法國人在學習中文上 有沒有什麼最常犯的錯誤 比如說台灣人學英文 就常常會在文法上啊 或者說在發音的重音上 那法國人呢 基本上跟其他國家的外國人 學中文 蠻類似的就是他們自身很常 沒有那個概念 我覺得這還蠻正常 就像我們可能講廣東話 我就會走音 然後我聽不出來 我有什麼錯 他們最常搞混的是 二跟三聲 馬馬馬馬這樣 對 四聲可能還比較好抓 就是很不重要怎麼下去 就是很不重要 欸我最後有個問題欸 之前你是有給他們聽歌 你教他們中文歌 都教他們什麼歌啊 他們很喜歡 傑倫的 告白氣球 然後還有 飄向北方 就是說我們今天要來聽 中文的汗 他們一開始就說 什麼中文也有汗 我記得我第一個放的歌是 五月天的 蜘蛛 因為歌詞很簡單 如果你是老師的話 你可以來聽什麼歌咧 今天就到這裡囉 大家對於法國人學中文這件事情 有什麼問題想要發問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 讓我們知道 maybe 哈白人會在底下跟你們回覆喔 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喜歡的 把影片分享出去 還沒有訂閱WiTV 等級的訂閱 旁邊有個小鈴鐺可以給他按一下 讚點幫助公開這影片喔 那我們就快點下集再見囉 掰掰 掰掰